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认的不是阿门 哥哥 那咱们就千回粮商 回去再和这黑丝算账 告辞了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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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了人倒还好办 看 俺这该黑头保不住了 热死了 天真哥哥 给 天真哥哥 事到如今 你怎么打算 俺天真 天不怕地不怕他 只怪俺 好心办了坏事 既然输了这颗头 这颗头 一刀割下 你拿去 先给哥哥便事了 哥哥 这事还不至如此 我倒是有个主意 我教你一个方法 叫做复经请罪 啥 啥是复经啊 哥哥 这次你回到梁山上 你把上衣脱了 用麻省绑住自己 再背上背一把金枝 然后到了中立堂 不让哥哥先说话 你先跪下 就说任由哥哥打 任由哥哥骂 我想孤明哥哥也不忍心打你 这就叫复经请罪 不成 不成 你还嫌体牛不够羞啊 诚心耍笑啊不是 体牛哥哥 哥哥这回可不是耍笑啊 你人头都保不住了 何太颜面啊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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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还是把头割下来给你 哥哥 你等等我 梁山上都是自家兄弟 何人笑你啊 快走啊 走啊 走啊 哥哥 快呀 跪 跪呀 你这黑丝 背上背得为何物啊 哥哥 俺铁牛回来的路上 砍了几棵树枝子 回来请哥哥打几下 公民哥哥 铁牛听了别人不识之言 所以才一时鲁莽 还请 我与你赌得是砍头 谁让你赴京了 俺早就说过 俺早就说过 也想已经出馊主意 让仲家兄弟取消 行啊 哥哥 你既然不肯饶过俺铁牛 那你拿把刀来 把俺的头砍了就是了 铁牛 好 来啊 把李逵拉出去 斩首示众 这 哥哥 铁牛一时莽撞 但罪不至死啊 对啊 哥哥 饶铁牛一命吧 铁牛 赶紧给哥哥赔罪啊 是啊 哥哥 打他几下便是了 这是军令 军令有违 如何统领三军 我不打他 只要他那个黑头 如有再劝折 就与这黑丝李逵同罪 众家兄弟 你们就不用再劝了 这军令状 是安铁牛自个儿立的 自然不得反悔 这颗头 砍了就别砍了 嘿嘿嘿 其实啊 安铁牛 心里现在挺高兴的 没有看错公民哥哥 他是个好人的 嘿嘿 只是 安铁牛 死了以后 害我众家兄弟 天安铁牛 保得哥哥的周全 安铁牛 在这里 谢过众家哥哥了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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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安铁牛 在这世上 除了安老娘 救出哥哥大安最好了 可惜 安铁牛耳根子软 他 听信了别人的话 差点按了哥哥的性命 安铁牛 今儿错了 安错了 哥哥 你以后 自己 要多多保重 爹 你敢挂把我 快走 走了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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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哥哥 这铁牛虽然犯了军规 立了军令状 但也算是赤胆忠心 为我梁山正了名声 让这周围的百姓都知道 在这梁山上 即便是头领犯了法 也与属下同罪 不如让铁牛戴罪立功 捉回那个假冒的贼人 也算是对军令状有个交代 是 我看就让铁牛戴罪立功吧 哥哥 撒家印陪同铁牛这黑丝 一同前去捉拿那贼人 恳请哥哥暂且饶他不死 好 众兄弟请坐 请坐 铁牛啊 既然众伟兄弟都为你求情 连鲁提侠也为你求情 也给你个机会 让你将功折罪 抓住那两个贼人 若抓住 就免你死罪 若抓不住 二罪并罚 再也没有今日这般冤起 真的 铁牛还不快去谢谢哥哥 快呀 哥哥 你放心 不出两日 俺铁牛定把那两个贼人抓回来 小爷 俺那俩把班府放哪儿了 待会儿再说 铁牛 若不是鲁提侠今日替你求情 定斩不饶 还不快谢谢鲁提侠 那是 那是 合尚 前些日子 俺铁牛 作怪你了 其实你也是个好人哪 俺铁牛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你这黑丝好声啰嗦 这两日的时辰 光景很长吗 不长 不长 脑海不快走 合尚 等啊 哥哥 你就等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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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汉 报个姓名 你要问啊姓名 说出来 吓得你屁滚尿流啊 休得张狂 按就是梁山坡 黑爷爷李逵 这个便是花和尚鲁智神 你这错鸟 敢冒充撒家似射作案 竟然盯不着你 这是真强道 有的性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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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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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个鸟子 你们这些鸟蛋敢冒充凉山爷爷 看你还敢冒充啥家 哪里逃 所有鸟哪里逃 跑 撒家自有分寸 谁要你救撒家 安乐意不成啊 刘老汉 这些贼寇 阿世给你都逮着了啊 大恩大德的师父 你救了我们全家啊 师父 大恩大德的师父 老太宫一家 不批拜谢咱俩 若要拜谢 上良山拜谢安哥哥 总共鸣便吃 就是就是 打烂了你许多桌椅 这些银两算赔给你了 不不不 不不不 首长 起来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走 多谢师父 这便就要过年了 哥哥 又听暴主声声 此去东京 不可对弟兄们说 是去寻报国赵安的 只需找个借口 下两山就好 还是坦白告诉兄弟们好 时机未到 笑什么 不许笑 都不许笑 你呀 如此喜庆的日子 你不让我们大家伙 大笑一声 难道还挂着一副 枯燥来不长 你说这个铁牛啊 来来来 宫敏哥哥 军师哥哥 拿了礼金 买酒出去 这还下你来忘了 我的乖儿 这领了鸭岁钱 怎么不见来拜 来来来来 拜 好几个竹鬼 还以为你是好心 傅丞相 你就如此耍耍 你 今日定让你叫我一声爷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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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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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闹了 铁牛哥哥 公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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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牛啊 哪个叫你穿成这副模样 还怪唐人笑呢 你前日里不是告诉我 今日众兄弟 又在忠义堂过节吗 还特意嘱咐俺 让我这新衣裳 穿的喜庆衣 俺这不就穿这喜庆衣裳 我只嘱咐你 让你休涯穿的 平时那般黑 谁能想你 竟穿的如此花手 像只肉牛 你又不讲得那么清楚 俺哪里晓得 俺以为穿着红色 那便喜庆就是了 铁牛啊 赶紧回去换回 你平时穿的那身衣服 看谁还笑你 快去快去 哥哥 就俺穿衣服的是你 就俺回去换衣服的 也是你 俺都听你的了 你也得听俺一回 这回你们下山到东京 俺不管你们做什么 俺必须得去 俺必须得去啊 你别走啊 别走啊 去 宋江生长在山东 不曾去过京城 问说当今圣上张灯结彩 与民同乐 怎能错过这等机会 宋江要带领众位兄弟 去京城关灯 如何呀 好 好 好 哥哥 路上若有闪失 怎生事好 白天我等 在客栈中躲避 晚上混入城中关灯 有何闪失啊 这几日西北风正起 一路天寒地冻 不若等到 那东北风起时再去 如何 军事多虑了 宋江淡去关灯 暂不问风向 那既然哥哥执意要去 便请哥哥多带几个兄弟 一同前往 柴晋兄弟京城最熟 可否随宋江一同前往 哥哥要去东京赏灯 除了我这浪荡子弟 哪个还能引路 好 如此多谢柴大官人 慕红兄弟和史晋兄弟一路 武松和鲁智申一路 朱铜和刘唐一路 你等兄弟分作四路 一同陪着哥哥前往东京 是 是 是 慢着 慢着慢着慢着 哥哥 你此去东京赏灯 哪咋能少了啊呢 你便去不得 那他们几个去的 俺怎去不得 再说 哥哥 你去东京赏灯 万一有个闪失 俺天牛怎能安心地下 俺定要保证哥哥同举 好 便是去得 不须惹事 好 如此还需小乙同行 替我约束着这黑丝 哥哥放心 交给小乙好了 如此这般 更需戴院长同行 戴宗兄弟一同前往 看住这黑丝 如若这黑丝惹祸 速速回来非吧 遵命 无论 Ano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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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何会在这里 梁山的众好患兄弟 在外面请罪 请罪 你等 这是为何故啊 哥哥不肯去掉脸上的金印 我和公孙先生 担心哥哥此次东京之行 会因这金印有所闪失 便马倒了哥哥 擅自去掉哥哥这脸上的金印 我不去掉这金印 若去掉这金印 让我日后如何见 同样赐了金印的武松林冲 诸位兄弟 哥哥 乃梁山之少 不去这金印 怎去得东京啊 此事休要再提 若因为这个金印去不了东京 不等再做商议 小弟 害得哥哥蛇了英雄气 害得哥哥 在脸上有金印的兄弟面前 抬不起头来 还请哥哥责罚 你当快快惊奇 总将和众位兄弟脸上的金印 是官府所赐 该由官府去掉 兄弟们脸上的金印 便不要这颗浅了金印的头 此言即出生死既定 是 哥哥此去一路小心 若有何不妥 立刻拆待院长来报 军师放心 我等去去便回 定无大碍 军师哥哥 你何时变得如此婆吗 若不是你这黑丝硬摇跟着 我怎会如此啰嗦 俺这又是咱的了 你这黑丝 平日里下山便好惹事的了 此番陪哥哥去东京看灯 切记 路上不许吃酒 处处要小心在意 若是你这次下山再惹出事端 定是军阀处置 要了你这颗黑头 军师哥哥莫生气啊 俺天牛这次到了东京 一定不饶事 这颗黑头 还是留在自己头上吧 总是给了哥哥 那也无神用处啊 这做碗用来喝酒嘛 不吃了 不吃了 员外军师 请回吧 哥哥保重 军师哥哥保重 放心啊 哥哥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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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 哥哥 你看我给你安排的住处如何 来 哥哥 这边 来 哥哥 各路兄弟都已到位 我把他们安置在各家客栈了 好 哥哥请 哥哥来得快 来 现在正好是正月十一 离十五还有几天 你看 明天白日离断不能进城 一直要等到正月十四夜里 待人生喧哗 方客入城 只是不知这城里是否巡查得紧 好 哥哥 不如这样 明日呢 我和燕青进城 先为大家打探道路 如此甚好 禅金兄弟 务必小心 哥哥放心 哥哥 那我先安排韭菜 好 跟我兄弟饮酒歇息 好 歇吃饱了 你们坐啊 我去安排 坐着啊 多弄点酒肉啊 今天太起杀人也 那姓杨的着实可恨 没来由的 便受到圣上那许多好处 太尉息怒 圣上赏赐杨太尉 皆因那李诗诗之故 自皇后劝谚以来 圣上并不曾出宫 微服私访 下官听闻 杨太尉给圣上出了个主意 自皇宫之中挖了条地道 直通那李诗诗家的后门 圣上龙颜大悦自然赏赐她 太尉不若寻得一更好女子 陷于圣上何惧阳太尉 你说得轻松 你去找个比李诗诗更强的 你去找个比李诗诗 你去找个比例 人之后 你做到什么 你带来很大的 不 أن我再来 我们去找个比例 对三色龙颜大悦 我看你真的尽快 我找到 Kontak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等虽不曾扰民 自称替天行道 只接杀那贪官无力 人在圣上眼里 却还是贼寇一名啊 不仅如此 还名列四大贼寇之首 军师所言甚是 东风不来 时机未到 就算是把书信呈上 尽凭单书铁券智能 却只能把我拆尽一人 事已至此 尚书一事休要再提 虽然此番 拆大官人没有使梁山上下 脱离苦海 但却有机会面见圣上 凭着丹书铁券 换得一家平安 哥哥 莫要再取笑小弟 若不是有梁山兄弟们 我柴禁的性命早已不在 现在又怎能独活呢 哥哥今后 莫要再提此事 难得兄弟如此大乙 二位哥哥 以小乙之见 这昭安大事未成 不如我们赶紧回到山上 免得在此地惹出了祸端 大伙都在了 陈金哥哥也回来了 好 公民哥哥 我等几时去看灯啊 俺这闷都闷出个鸟来了 有门不敲 失了礼数 偷着喝酒为了军规 明日我等便 进城去看灯 偏不带你去 让你看家 以示惩戒 哥 哥哥 俺天就改 俺天就不吃了 俺天就一定改 俺天就一定改 让让 哥哥 好 哥哥你看 来 来 这里的发灯 的确做得 皱飞同一般的 哥哥心不在焉 愁眉不眨 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那块 山东所缬的牌子 是啊 此时心象就如这白日观灯一般 哥哥请看 此处有位奇女子 就是我跟哥哥提起过的 能通天彻地的李诗诗 玉香楼 我等走得久了 先去吃杯茶吧 好 您慢用 几位客官 您里边请 坐 来 有劳查博士 前面那户人家非比寻常 赶闻是何人居住 那是东京上天航手 换作李诗诗 先帝日前说起的那个李诗诗 和当今圣上打得火热 查博士说的可是此人 对 不可不可高声啊 东京之中耳目众多 当今圣上的事可不敢乱讲 便是此人 若是得见 才不忘做一世男人呢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哥哥 想留在东京 是不是要见这李诗诗 正是 如今成书上表已不可能 但枕边之风万不可错过 贤弟意下如何 当可一事 小义 你先自己通报一声 我等在此等候 务必要见他一面 好 小义这就去 客官 您走好啊 客官 您慢走 下次您再来 走好走好啊 客官 您来了 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哪个小张贤呀 张贤有礼了 这位小贤是何人 我怎么不曾记得 妈妈好生健忘 小人是张蚁的儿子张贤 年运出的门外 此次回来 是孝敬妈妈的 我说我怎么不曾记得了 原来你是小张贤呀 年运未曾登门 我哪有那么好的记性啊 这许多时日不见 你到何处去了 有劳妈妈挂念 张贤近日一直在山东 服侍一名大户 此人家私粮多 富可敌国 此次前来东京 一是处理一些家务事 二呢 便是想见见姑娘 小张贤可是去得久了 姑娘的门口 那是轻易进得的 往日那些大宫贵族啊 把这门口都踏平了 姑娘可曾见过几个呀 妈妈且慢回绝 此人此次前来 是要把上百两的黄金 赠予府上 此人非同一般 若不是这样的话 小贤哪敢劳烦妈妈呢 那如此说来 你在这儿稍微等等 我去给你问一下 有劳了 一夕曾见影窗滑 在密琴声不得见 小张贤 你真是命好 姑娘 请你到内堂说话 快快跟我来 有劳 妈妈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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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姑娘赐剑 是才听小哥出口成章 这才邀请一件 好 方才小人只是瞎说 姑娘过誉了 此番并非夸你 我女儿的意思是 你刚才听了她的琴声 现在要和你算账 算账 听我女儿弹琴 当值千两黄金 念在你为人奴仆 百两黄金也就罢了 且慢 且慢 不知姑娘这句且慢 究竟是何意 我倒要听听小哥这声且慢 视为何意 小人这句且慢 只是想告诉姑娘 这黄金自然可以拿 但并非是听取之资 这黄金不是小人所有 而是小人的主人所有 是拿来孝敬妈妈的 还望妈妈孝闹 若是姑娘执意要问小人 讨要听取之资的话 小人真的无以奉上 不过刚才姑娘的琴意 的确是天下一绝 小人听得十分入耳 但未曾入心 自在小人心中 姑娘这一曲 并不值百两黄金 倒要听听小哥 何等曲子 才能让你心服口服 妈妈 可否借琴一用 感谢现在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你感谢 你最喜欢的 你不语言 我想是 你琴你 我 想是 订阅 盐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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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哥哥 事到如今 你怎么打算 安天牛 天不怕地不怕他 只怪安 好先办了坏事 竟然输了这颗头 这颗头 一刀割下 你拿去 先给哥哥便事了 哥哥 这事还不至如此 我倒是有个主意 我教你一个方法 叫做复经紧罪 啥 啥是复经啊 哥哥 这次你回到梁山上 你把上衣脱了 用麻省绑住自己 在背上背一把金枝 然后到了中立堂 不让哥哥先说话 你先跪下 就说任由哥哥打 任由哥哥骂 我想顾名哥哥也不忍心打你 这就叫复经请罪 不成不成 你还嫌铁牛不够羞啊 诚心耍笑啊 不是 铁牛哥哥 哥哥这回可不是耍笑啊 你人头都保不住了 何谈颜面啊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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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还是把头割下来给你 哥哥 你等等我 梁山上都是自家兄弟 何人需要你啊 快走啊 走啊 走啊 哥哥 快呀 快 你这黑丝背上背得为何物啊 哥哥 昂铁牛回来的路上 砍了几颗树枝子 回来请哥哥打几下 功名哥哥 铁牛听了别人不识之言 所以才一时鲁莽 还请 我与你赌得是砍头 谁让你赴京了 俺早就说过 严肖仪竟出馊主意 让仲家兄弟取消 俺天能 在这里 谢过仲家哥哥了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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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俺天牛在这世上 除了俺老娘 就说哥哥在俺最好了 可惜 俺天牛耳根子软 听信了别人的话 差点害了哥哥的性命 俺天牛今儿错了 俺错了 哥哥 你以后 自己 要多多保重 天牛 走了 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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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哥哥 你既然不肯饶管天牛 那你拿把刀来 把他的头砍了就是了 天牛 好 来啊 把李逵拉出去 斩首示众 这 哥哥 铁牛 铁牛一时莽撞 但罪不知死啊 对啊 哥哥 饶铁牛一命吧 铁牛 赶紧给哥哥赔罪啊 是啊 哥哥 打他几下便是了 这是军令 军令有违 如何统领三军 我不打他 只要他那个黑头 如有再劝折 就与这黑丝李魁同罪 你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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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军令状 是岸铁牛自个儿立的 自然不能反悔 这颗头 砍了就别砍了 其实啊 岸铁牛 心里现在挺高兴的 我没有看错公民哥哥 他是个好人的 只是 岸铁牛 死了以后 害我周家兄弟 天安天牛 保得哥哥的周全 老人家 方才说过 我是梁山坡的宋江 这位是我的兄弟 花和尚鲁至深 你的女儿一定是受了 什么人的欺骗 有人假冒梁山好汉 唯非作歹 如果你但打听出来 抱到山上去 众兄弟为你做主 既然认的不是俺们 高哥 那咱们就千回梁山 回去再和这黑丝算账 告辞了 好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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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了人倒还好办 俺这该黑头保不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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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